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着电动摩托车跟我爸一起再来到地里 上次来的时候是夏天 这次来就是秋天了 在村子的最大的一条路上 两边都是种的柿子树 柿子已经成熟了 特别喜人 遗憾的是这片地 当时种西红柿的那一片 已经重新准备下一次的工作了 这个世界梨已经卖完了 留了一颗颗粒归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些梨粒子 所谓的理髒 没有人才糖 ARY borê 所以呢 这个园也不clear 柄当时 这个就是刚才地头的柿子 这个说是日本柿子 是嫁接 所以能看到有的柿子是红色的 有的柿子就是这种青色黄色 我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口感是偏硬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吃硬柿子 好像都捡软柿子捏 软柿子呢 山西的柿子还是一绝的 但是呢可能就是运输不方便 上次去超市和天雪在一块 还买了一个软的柿子 我觉得也还是软柿子好吃 比较甜 水分比较足 硬的柿子还是会有一点点色 然后甜味也不是很足 还有无花果 院子里面种的无花果 无花果好吃 嗯 好甜呢 双份快乐 嗯 看一下 嗯 别急 explore 呗 冬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